我同事就說,我小提琴,學吧,我感覺都不用錢 那天又不用買學校借給你 那你才有學,但你才買過這些琴很貴 有些家庭真的負擔不了 可能他覺得小提琴很帥 但他又沒有錢學,放棄了 難道還跟媽媽說,媽媽很想學小提琴 三餐都不計,還說這些話,都不好意思說 小朋友不要以為他們那麼笨 都知道家裡很艱難 小時候窮的小朋友很快就知道自己的餐飲 那自然就會少那些音樂天才 那些歌就來來去去去,沒有新歌 好,香港學琴要來入名校 你想想,每個人去到八級國琴 然後就沒有了 我想香港的八級鋼琴都是比率應該很厲害 看看這個怎樣,這個攻勢 兩個小心,不要爭球 江大俠,很瀟灑 他以為是按了一個籠出來的,打算撲起全中 完全是很聰明的 這個真的超漂亮的,很瀟灑 一撲就撲掉了,在加拉底位置 掃把腳踢下去,3比3 跟昨天醉得很甜 新特蘭和萬聯那場一樣,咬得很緊 剛剛說到哪了? 我說,你計算比率 香港學那些什麼學鋼琴 學到八級的那些 一定是全世界的人口比例超高 一定是每個人都爭著學的 不好意思,這球丟得不太漂亮 說真的,小時候真的知道自己窮 不敢跟媽媽說要學,當然是 要學東西,要付錢 當然是 先不要說學費 你想起這個琴,你也知道頭尺 怎麼這樣叫 音樂、藝術這些從來都是 貴族燒錢的環議 當然是學一學,這些琴 通常都是這樣 又有一個不知什麼琴和 跟cheap琴的分別 鋼琴有分什麼三角琴 還有那些普通琴 還有那些數碼琴 已經說音質很不同 三角琴,你知道 通理體 那些琴行 四皮幾五皮 我告訴你 十幾萬都有 就算你有錢買,你也不必拜 告訴你 放在廳裡當作飯桌 放在廳裡當作飯桌 就可以了 一路一路 一路 到時候吃飯了 於是就蓋上三角琴 放一些鍋子進去 過幾天馬上打柴 告訴你 淋一些菜汁下去 琴真的要吃飯了 請你先吃魚香茄子 先倒下去 木童笛 木童笛 木童笛不用錢 我們香港就是唯一 全部人會吹木童笛 好像是學費都包了 一定要給你一支 你以前讀美術都被老爸罵 如果你學到一半 想放棄父母 願祝你一輩子 應該未必了吧 我都認識 身邊很多人都學一下 半途而廢 通常都是 如果你在加拿大 肯定不會遠 都不用錢 你學完不對 就不學 那些人都是這樣 他說 不對 OK 他就這樣說 好吧 他就這樣說 明天去印度尼西亞 有什麼要注意 小心不要記錯 小心 看清楚那班機是去印度尼西亞 不是去印度 因為有時候我小時候 就是不懂分給印度 兩個都是印度 我印度尼西亞和印度 不是一樣 我小時候有一個移民 現在後來就有些 簡稱 一個叫印尼 一個叫印度 一個叫印度 所以你小心點 不要搞錯 你看清楚那班機 買機票有買錯 是印度尼西亞 還是印度尼西亞 好 好 郭大俠 撤吧 成龍靚波 真是 神經病 今天真是 球球入靚波 側先必辦 又開快車 又被人拘捕 有位兄弟說 駕黃色林寶堅尼 還有 他在馬路上 和學紅色法拉里 飆車 接著 就被人拘捕了 接著 警察就跟他吹波仔 他吹波仔之後 就發現 有醉酒成份 猜到 如果不然 有機會 那一盒 然後被人拘捕了 然後又被人審 等等 Justine Beaver 是什麼事? 我認為他這一段 是李智善 有點 瘋了 還是瘋了 還是怎樣 不斷挑戰 壓力很大 被人拘捕了 還是怎樣 好 好 是怎樣 給他下去 好漂亮 剛剛兩個人為你 好通透 嘩 52馬 挺有錢 除此被人拘捕了 又 之前有什麼 朋友在酒店 有很多慈善事 已經做了 很多慈善事 又罵 又罵 那些保安 那些海關 又罵 說粗口的什麼 不 好像不是說粗口 總之是說很難聽的 說話 說別人 用某些器官來形容 人 這樣說 那不是很好 然後 今天又來一宗 為什麼 有什麼事 壓力很大 似乎 我想是 經常有些人拍到 或是怎樣 狂串 或是怎樣 突然間 反叛旗 突然就確定 索性 索性墮落 給你看 這件事 說我是什麼壞人 什麼臭屁鞋 然後他就索性 瘋了 好啊 我說你既然這樣 我就真的做一個臭屁鞋 給你看 他就這樣 咬牙切齒 他現在 魔徑 你會看魔徑的trailer 他現在就是進了魔 你又在說什麼 又在唱什麼 又在唱什麼 Justin Bieber 吃大麻 可能他聽了 然後馬上很生氣 他瘋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知道 什麼意思 他馬上 哎呀 他一開始 他在聽 什麼 什麼 吃大麻 EI EIO What does he need 他就這樣說 問他翻譯完 他的經理人公司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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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 會在黃色林寶堅尼 那裡飆車 你知道嗎 他在那裡 他在那裡 車裡面的 HIFI 就是這樣 播著 Justin Bieber 他在那裡 他在那裡 打到200多km 然後就一直哭 他一直流眼淚 一直說 我不是 我不是臭屁 他說 I'm not a kid 他這樣說 他這樣說 I'm not crazy 他這樣說 I just want to do music 然後一邊哭 一邊抓扯 一邊和人鬥 誰知道 被人抓了 他就很傷心 他就覺得 在那裡 他在那裡 他在那裡哭 在那裡哭 No 他不停 No 不要抓我 I'm Justin Bieber 不想消掉所有東西 你知道嗎 這 那些鬼 Justin Bieber 那個 你令到他的心靈 他現在很大壓擊 你知道嗎 他知道 他幾歲 說真的 20歲 你幾歲 好像19歲 他只有一個小朋友 他們應該給他多一點關懷 給他支援 他新了一個什麼施政報告 還是什麼 他說給他支援 好 小心 如果Justin Bieber來到 我可能會哄一下他 我就跟他說 你 我真的 我就招請他 他來到香港 我就不開心 我可以開解一下我 阿叔 Can you comfort me 他這樣說 然後我就說 Yes OK 然後我就帶他來開台 我跟他說 Justin Bieber 他說這裡是屬於你 他說現在 你說的東西真的自由 不會有經理人公司 你 你喜歡說什麼就說給你 他這樣說給你 我給你說給你 有機會澄清 他說所有事情 那天 你們可以問 你們全部都在打英文 你們全部都是打鼓力精怪的 你們肯定全部人 整個洗版本 都在打 Justin Bieber 吃大馬 EIE 然後他說 Mr.Ted What does it mean? I can't really try this 然後我就要幫他 自然 其實 他讚你 他說 你受歡迎 所以他們很開心 唱歌 EIEIO 他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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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Really? Yes Oh yeah Nice to meet you 他這樣說 I love you guys I love Hong Kong 他這樣說 最後 可惜 這個 給的不漂亮 這些照片來了 你怎麼看 如果我請了Justin Bieber 來開台 你們會做什麼 你們會說什麼 我視線看一看 我先過門 看看有沒有機會 要不然真的瘋了 他立即暴走 立即拿 奔槍 他在美國帶一支槍 What? 他立即生氣 咬牙切齒 他這樣說 戴上頭盔 這完全是設計 妄想的內容 來的 並非 真正 真正那個 他代表的Justin Bieber 今天有什麼有趣新聞 有一單有趣新聞 就說 有位大陸的小朋友 因為他就 他就 有個 不太好 他就 學會了一種不太好的習慣 就是 他就打丁 打丁之後 他就第一次發現 原來就會 有些白色的龍汁 發射出來 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說 人類會有這樣的東西嗎? 一個我流血 就流得多了 他說是紅色的 但是這些 白色的東西 我好像在電影看過 他就突然想起了 他就以為自己是蜘蛛俠 他在蜘蛛俠的電影 那裡 就看過 看過蜘蛛俠被蜘蛛咬到 之後他就 就 可以 手腕的位置 可以噴蜘蛛絲 啊? 我又覺得 自己會不會是蜘蛛俠 有個異能人 或者怎樣 於是 他就在六樓 他就以為 他可以有個超能力 或者怎樣 結果很不幸 那就 跌死了 他就這樣說 就過身了 所以我告訴你 我之前已經多次叮叮 打丁是和害有幾頁 你明白嗎? 好 成龍被上去了 所以一定要引以為鑑 打丁的害處已經說了很多 我已經是 每天我都是 一有這些 右海那些 那些 有關打丁不好的 我都馬上說出來給你們聽 我不想你們有什麼 一天有閃失的 打丁就是有百害 而無一利 最好就不要做 你想想 就沒有聽 有些人說什麼 武害 有些人說什麼 減壓 或者怎樣 通常都是 這些是一些 無益的事情 知道嗎? 好 漂亮 給他上去的了 龍門不出來 哎呀 可惜了 然後呢 我告訴你 我之前 我有聽過 一些 我前陣子 我在說 我和同事 在談的 魔警 那些事情 我一直在說 你會看 魔警的trailer 他這樣說 之後他就說 我不知道 魔警 是否 電影的 原案 是來自當年的 徐步高 還是怎樣 之後呢 我的同事就這樣說 他就說 我說 徐步高 他就說 徐步高 這件事就不知了 即是樸索迷離 他就這樣說 他就這樣說 究竟當時發生什麼事 根本沒有人知道 他就這樣說 這個不算數了 他就不說 死無對證 他就說 他自己也遇過一些 極醜惡 我問他有沒有看 極醜惡 他就說 當然有了 不過不是 一直看的 他就經常都 不思考 更新 最近好像沒有那麼厲害 極醜惡 沒有什麼片 他就說 他以前也遇過一件 極醜惡的事情 他就說 先戴上頭盔 因為是他遇到的 我不知道真還是假 第一 我就 姑且和大家分享一下 話說 有一天 他就去洗澡 他說 去游泳 游泳 游泳 他就說 不知道游完水 之後 他就去洗澡 他說 游完水很正常 他就打算去洗澡 當然 他去洗澡 然後 他就打算 不如你知道游泳 有些鎖 或是怎樣 但通常 他就打算 正常 他就打算 一洗澡 馬上有衣服去換 或是怎樣 於是他就拿了衣服 那些東西 就放在那些肉碗外面 他就打算洗澡 就立即 穿回來 他就這樣 誰知道 一時疏忽 他就說 在短短的一瞬間 就被人偷了一些錢包 於是他就打算去警察那裡 去警察那裡 去警察那裡 警察那裡 好 來吧 警察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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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說了什麼 他就說 他就這樣說 喂 喂 你也是不見身份證的 那些人 那些人 他就這樣說 於是 說完這句話 之後 就什麼都沒說 他就在櫃桶搜尋 然後我的同事就在那裡等 看看他搜尋什麼 他搜尋很久 找到了 然後就把紙條放出來 那張紙條就是 什麼 人民入境事務處 那些地址電話 就是教你的那些 步驟 教你怎樣 保領身份證 他說 你也是想 搞身份證 他就這樣說 他說不見了 很小事 他說你去保領 就可以了 然後就走了 他就送他走 完全沒有幫他 避案 沒有幫他留到 在那裡不見了 沒有嘗試去幫他 怎樣找回 那個 身份證和銀包 就沒有搞過 啊 你們怎麼看 他就這樣說 他就說 他就說 他就這樣說 他就這樣說 好 來了 小心啊 然後他還有一單 他還有一單 不知道是真 還是假 他那時候分享了幾單 有一單就是這樣的 就不是他親身經歷的 他也是道聽途說 聽回來 話說他有個朋友 他朋友就 有一次 因為 那些 不知道是否為例駕駛還是怎樣 即是扣分 你的駕駛 即是你不遵守交通安全 這樣就會被人扣分 扣分 有時不知扣到幾分 要上課 就說 你經常犯交通規則 看怕你這個人 還是忘記了 那時候考車牌學的東西 要重新上課 於是他就上課 他的朋友 上課的時候 他就在那裡聊 什麼事 好像那些 坐牢 你想一下大家坐牢 就是你什麼時候進來 大家在那裡聊 聊一下 為什麼要來上課 的原因 有機會 現在過頭就發達了 可惜 也會被人難倒 於是他朋友 就在那裡說 我沒有 超速 然後 第二個人 就在那裡說 他說 說真的 我是本身駕駛法拉利爾 他就說 我也是有錢 我本身也不是 亂駕駛的人 他就這樣說 有一天 他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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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有一輛 我昨天 不停說 有些車子 在那裡推到尾 不停 跟車很甜 不停挑釁 他 逼得很緊 很緊 他那天很有壓迫感 他說 我發拉利爾 他在那裡 還不停推到尾 我又想避開他 我又怕出事 他跟車那麼甜 一會兒 我發拉利一停 被他撞到尾 撞到尾 撞到尾 大家都不好 他打算 踩一踩 因為發拉利馬力大 踩一踩 他打算快快 加速一點 他追不到 他這樣說 拉回一點距離 誰知道一踩 出事了 他說後面那個 賓士 原來是放射的 馬上放了 警鐘 在車頂上 他就說 B步B步 前面那個 馬上停下 懷疑你現在是超速駕駛 還是怎樣 立即衝動 他就說 他就說 很冤枉 他就說 被人屈 屈了上去 駕駛學堂 要再 再去 扣分 或者怎樣 被人 抽票 吃牛肉乾 先帶回劉奎 這個 不知道是真 還是假的 他說他也是聽回來 因為這個 已經是我 朋友 他上課 再聽回來的事情 裝他彈弓 類似是這樣 類似是放射 那些 好像 有時候也會聽傳聞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就是 有時候警察 又是要 不知道是甚麼交數 還是有 有些都市傳說 先帶回頭盔 不知道是假的 有些都市傳說 就好像地鐵 有些有茶票 又是 又說 你一天要交這些 沒有理由 他說 香港那麼多人偷搭 我沒有理由 抓不到 他一定要抓到 即是每天 可能說你一個月要抓多少 或者怎樣 極醜 這些全部不知道是假的 全體頭盔術 全體頭盔術 自己呢 就被人輕輕印brake玩他 OK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 我沒有車牌 頭盔都帶到難了 這些很多 這些一定要帶多 貧貧大安全至上 我們是 所以就是這樣 你千萬不要查身份證 你不要在這裏 我通常都很規矩 被他查 我都是這樣 我說清查 我不會有甚麼 跟他有口角 那些 查身份證 那些很害怕 但我都很少查 被人查身份證 通常 你覺得 有沒有做警察的兄弟 在這裏 我想問你們通常會查些甚麼 你說甚麼類型的人 是有可疑的 會查身份證 我想知道 我一輩子 我一輩子 可能查過 三次 好像 也不是很多 有些人經常被人查 有些人不知為何 不剃鬍 還是很容易被人查 或者 有些人 我不知道 如果你看到警察 你突然立即避開 可能他會直接查你 你大大方方過 他又不會查你 嘩 他看你馬上掉頭走 是不是鬼鬼祟祟 是不是有甚麼古惑 下雨了 可惜也被人難倒 長頭髮被人查 不好 我查了三次 我猜到你們 一定會說我才被人查 可惜 可惜 我一看到我就感覺到 那種良好市民 他覺得 一走過來 他就覺得 一定沒事 這個一定是很正的事 他看到我的人 他就覺得 完全不查我身份證 他說 OK 他對我點頭 我經常問警察 我主動撞警察 可能避開 主動撞過去 喂 警察哥哥 我想問警察先生 他就是這樣 各位告訴我 甚麼茶餐廳怎麼去 甚麼路怎麼去 甚麼路 多少號 當然他就會帶 以前警察 有時 剛好經過 他跟隨 巡邏 他會帶你走 你知道嗎 有時問路 通常我都是問警察 一定會盡 他每天在環球 兜十幾二十個圈 一定熟路 良好市民 不會被人查 警察巡禮 甚麼人都要查 他這樣說 有位兄弟說 如果看見警察看一眼 就立即拔足狂奔 會怎樣 肯定他馬上叫你 前面那位 不知道 穿白色衣服 是男子 立即站在那裡 叫咪 有 甚麼甚麼 有個人看到 可疑男子 立即 整個環球 幾個警察追你 而且警察的體能 應該很厲害 不容易撇 你不會以為 GTA 可以草盾 香港想找些草 都很難 我告訴你 跑過幾個街角 即是被人抓到 肌普查身份證 好像 好像我都沒試過 我記得 肌普查身份證 搞了很久 我的印象 我的朋友說 但我都沒試過 哎呀 再硬上前 聖龍 吸一吸 可惜都被人難倒 今天還有一則有趣的新聞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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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中產 他就這樣說 甚麼中產 他說甚麼 有苦自己知 他說甚麼 月入七萬 就不夠用 他就說 現在 那些中產 他說 有些報紙就寫 說甚麼 中產 其實應該是 那個 中位數 收入 不知道 兩倍 至三倍 才叫中產 他就這樣說 他說 如果按照政府那些 政府那些 那些 那些 指標 差不多 月入八千多 那些都可以 月入八千至兩萬多 都可以叫中產 他說那些 指標 就傻 一點點不準確 他就說 剛剛說 有些人 記者做訪問 他說 為何月入七萬都不夠小 首先 他說 家庭收入 他就當你七萬 那 公樓 他說 你一個月 公樓 就要 付萬六元 然後又要付些 奔妹錢 有甚麼小學 剛剛說 小朋友 未讀幼稚園 又要學 又要學 學錢 教育 有一些 然後又交稅 肯定 因為收入那麼高 等等等等 總之 他就說 即使是月入七萬 他就說 你也是糟糕 他就這樣說 然後有些 下面有評論 就跟他說 他就說 你月入七萬 但沒有人 每次叫你 這麼盡 他說你每次 又供樓 又去旅行 因為他的收入 那些月入七萬 為何不夠小 就是每年 又要去旅行 然後又有甚麼 情人節 又有甚麼特別的 花費 然後又有很多 他就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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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幾多 一百萬都不夠用 他說你月入 他說你窮窮 車極似 餐餐走去四季 他說你的慾望 是無窮的 他就這樣說 他說 這個就說 不是很持平 他說 那些收入的指標 他就這樣說 你想想 七萬都不夠用 我們這些怎麼搞 怎麼生存 對吧 對 對 只是他們 甚麼節日 那些花費 已經是我們 那些工資 我告訴你 請工人 他就說 請工人 他就像 七萬人工不夠用 為甚麼又要請工人 他就這樣說 這些都叫理由 你想想 我們交通 我們才是真正的 叫苦連天 告訴你 我們那些交通費 對 那個同事 在加拿大住過 他說 那些交通費 便宜到 不知道 他永遠 一個加 一個加幣 還是怎樣 他說當年 他說甚麼 例如你搭完地鐵 轉巴士 你拿著那些菲美 他就說 不用錢 他就說 有機會 過大俠 再來 扎角度硬射 可惜 暫時落後1比0 看看上半場有沒有追回 那同事 跟我說 加拿大 雖然 感覺上 他說 聽起來好像很貴 一個加幣 計算回率 好像很貴 但是 計算收入 比例 其實很少 他說 他就這樣說 他說 香港 其實所有東西都很貴 他就這樣說 你這樣計算 單計的數值 就沒有意思 他就這樣說 你看看 加拿大讀書 什麼東西 免費 那些交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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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班次 那些班次 很多東西 都是 可惜 還有機會 成龍 按區別 去到下去 被人 按一按 給下去就有了 嘩 漂亮 你看 夠小 你看 那些位置 45分鐘 我報定 看見聖龍 有機會 深圳也便宜 香港 深圳的地鐵都便宜 港鐵很多 是啊 大陸的地鐵很便宜 啊 即是 那些錢 好像兩元 搭搭很多的站 巴士 最盡 啊 廣州的巴士 好像兩元 搭搭到很遠 已經是 任你搭 那些 因為他們是國有的 那些 地鐵 巴士 全部都是國營 那些 物價 控制著 在香港 又不知道 沾了哪條線 去什麼私有化 你在南韓一聽到 那個 那個 鐵路 要私有化 馬上 每個人都在遊行 示威 海外的人都馬上示威 什麼可加可減機制 一直在暗鏈 又收幕門 又什麼 我早前 Facebook 有個朋友說 地鐵又貼什麼 溫情廣告 之後他又 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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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程車 已經三個加幣 為24港幣一程 你說你在溫哥華 不知道 我的同事 是十幾年前的 水準 但是 你也要計算生活水準 你也要計算比例 我正在說 這位兄弟 你要計算收入 你說 你在香港 我們平均一個人 一萬元 普遍一萬元 然後你計算 通常我們都住得遠 你去中環上班 過海 一程巴士 一程巴士